哥,你家户口本上缺人吗? 啥都不缺,就缺一个老婆 你看看我上去行不行? 老妹,关键是我看不上你 请问,你是什么学生? 农大博士 农大博士 请问,你有什么特产? 我成语解释一流 什么成语我都能解 那请你解释一下 无微不至这个成语 无微不至的意思就是 没有微信的地方,不要去 我云? 你是来搞笑的吧 那你再解释一下 无价之宝这个成语 无价之宝的意思就是 没有钱,不用支付宝 哎呦,我去 那,那建议资钱呢? 建议资钱的意思就是 看到好看的异性 就像帮去和他住 哎呦,怎么 你和娘都住这个店子 不愧是博士啊 低调点 低调,低调,低调 那头头是道的 胡同是道的意思就是 只要是领导说的 没有道理,也有道理 请问,有很多女孩子都说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怎么看? 蛤? 我觉得他们说的对 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也不行 请问,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东西莫过于男人的奶头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知道,长那么两颗,他是用来干什么的 哎呦,你妈 请问,你为什么突然离开北京了呢? 嗯? 我那个时候半个月,赚了到手三百多万 因为没有房子,就先全款买了套房子 一百二十多平,一百多万 小县城嘛,工作也是蒸蒸日上 生活也没有多浪费 但也没有去日吃 生活感觉挺轻松的 剩下的一百多万就吃利息了 然后利息加上工资 一年也能挣个十五六万 同事们一开始觉得我挺幸运的 后来在我说,上班不方便 想买个火箭代步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我在吹牛 所以我就离开北京了 请问,现在的天气这么热,怎么降温呢? 想想喜欢的人,新凉半节 再想想明天还要上班 瞬间从头凉到脚 想想这个月的收入,拔凉拔凉 最后再想想,银行里面的存款就凉透了 哎呦,你妈 哎,现在天这么热,你还出来拍段子 你不怕中暑吗? 你就好好珍惜现在的高温吧 过不了几个月,就要供暖了 那可是要收费的 就算是花钱了 也不一定要由现在热 我是太喜欢夏天了 顺着脑瓜子流汗 这些年,脑子里浸的水 总算是彻底的排干净了 估计以后,我会越来越聪明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啊 哦哦哦哦哦 中文字幕——YK